放學了 吉隆市東方國小學生陸續走出校門 不過學校前這條東信路二三六巷 卻因為路幅不寬 沒有設置人行道 加上下坡路段來往車輛不少 國小學童常年雨車爭道 讓家長相當憂心 因為其實巷子確實它就這麼大 然後呢 我們也要顧及居民的這個 他們需要停機車啊 停什麼 可是機車一停呢 那這個巷道就更小了 那在於我們在接送或者是小孩子自己步行上學的時候 確實造成了很大的危險 為什麼 因為車子一來他們就要趕快躲 車子一來他們就要趕快躲 那所以這一個說真的 這個是長期困擾了我們很久 對此 金融市政府向中央爭取經費補助 規劃新設兩米寬冷行道 內政部長林又昌也特別到現場了解整個工程規劃 希望透過落死人車分流改善校門口空間 讓小朋友上下雪能有更舒適安全的行走環境 今天特別來視察 是要宣布一個好消息 也就是中央已經核定了 這個光國小 東興路236項 通學步道的一個改善的計劃 那總核定金額是1911萬元 那中央補助82% 大概是1500多萬元 我們希望一次把這個通學的一個環境 還有我們在地居民的一個行走的一個環境 把它進行人車的一個分道 那另外也進行校門口周邊環境的一個改善 讓我們當地的民眾在接這個小朋友上下雪的時候 能夠有一個更加舒服 然後更安全的一個環境 市議員陳怡 何淑平 陳君佐 韓世玉 鄭文廷 及當地東興里里長賴佩奇都出席關心 並提供相關建議 這項通學廊道改善工程 總經費1911萬元 中央補助1567萬 預定113年9月底完工 我們這個236項 它路幅比較窄 所以小朋友在上放學的時候 常常都是跟車一起在那個狹窄的路面上 那我們長久來看真的是替學生安全非常的擔心 那我們謝謝市府的指導 謝謝內政部的支持 提供我們這樣一個計畫 讓我們可以做通學步道 然後也順道也改善了 我們校門口也比較窄小 讓家長接送的這個困擾 我們希望都一次拓寬 讓家長更便利 讓小孩子更安全 新豐 新婦 加油 劉友昌隨後到新豐街了解相關改善計畫 根據金融市政府的規劃 將針對新豐街沿線七個節點 透過標線型人行道 入口後置 及無障礙設施等方式改善串聯人行空間 希望在113年底完成 對此市議員張浩瀚 許瑞池 鄭文亭 及當地新副里里長莊梓豪 與新豐里里長丁麗娜也出席提出多項的建議 劉友昌則呼籲金融市政府 應該將新豐街停車需求 及替代道路纳路做整體規劃評估 才能緩解車流交通壓力 讓民眾實質感受通行環境有所改善 新豐街最大的一個問題 還是在交通還有這個停車的問題 那當然也產生了人本人行環境不佳的一個課題 那我們現在這個計劃其實是處理行政環境的這個部分 不過我們還是非常誠懇的建議市政府 旁邊的一個周邊的疏導的一個道路 替代道路還有包括停車的一個空間 其實在之前都已經有過規劃 那希望能夠一起配套的來做一個思考 那我們這一次的一個計劃其實補助的一個範圍 比以前都放寬 包括這個電線電燃電感的一個下地 或者是包括前面幾個大型的一個社區 社區的一個土地 如果同意書可以牽出來的話 也可以把它納入我們這個人本環境的改善的一個範圍裡面 讓它更為串連 那另外這個材質也可以做一些改善 比較不會濕滑造成這個行人的一個滑倒 也可以讓整個通行環境把它連成一體 這個都是這一次計劃裡面跟過去最不一樣的地方 牛昌強調為了提供民眾友善行走空間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已經提出永續提升人型安全計劃 從明年113年起到116年 四年期間共編列400億元 補助各縣市政府完善入口及校園周邊道路相應工程 呼籲縣市政府多加爭取利用 立法院的預算已經通過四年400億的整個人本環境 這個通學環境的一個改善的計劃 所以一年是有100億的一個經費 那在過去相關的一個經費比較不足 大家都是有多少錢做多少事情 頭痛一頭腳痛一腳 但現在中央的政策並不是這樣子 我們希望是能夠做整體的一個規劃 那把整個通學環境一次把它做好 所以經費不是問題 只要地方能夠提出整體完善的一個規劃 現在經費是充足的 所以也希望各地方政府多多的提出來 中央會全力來協助 以基隆市來說 112年中央已經核定18案 總金額3億4307萬元 由中央補助2億8128萬元 牛昌也希望基隆市政府團隊加速推動 提供市民更完善安全的人型通學環境 記者張啟騰 基隆報導 請問一下